再叫多拉多过来 要直红 他认为多拉多直接把他撞倒了 这个球给的很坚决 多拉多这个球 一会我们通过半径再看一下 你如果是故意撞的 那肯定是红盘 看啊 有点有点 这个球我觉得多拉多有可能呢 还要被追罚 这个球多拉多绝对不应该啊 那这样的话 河南这场比赛应该说 这基本不可能了呀 你这么早零边落后 主力中锋又被罚下去了 我觉得这张红盘VR介入之后 给的完全没有问题 那就是有意 这个球有点 之前跟马宁 就是之前有一个球 他觉得马宁没判 然后他们俩之前在场上 已经有过一定的争执 多拉多被直红发下 这个球多拉多太不冷静了呀 你得考虑球队整体的利益 我们再看这一下 这个镜头看着就更是明显 就真的是奔着裁判权